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跟各位介绍第九章 叫电感inductus 那么户感 我们首先看户感 这里有两个线圈 一个线圈上呢 这个线圈 叫第一个线圈 它总共有 它就是用一根导线 绕N扎而形成的 但是这N扎很薄化 如果很厚的话呢 也可能很厚 也可能很薄 那么第二个线圈 N扎 那这个N扎的线圈上面呢 带着电流都是I1 每一圈都是I1 那这个第二个线圈 N扎上面的电流呢 每一扎都是I2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两个线圈呢 它的名称叫做 就是Poyle Poyle Poyle 我们就翻成线圈 但是我们比较 也常有写成电磁线圈的 好 那么我们看 当我们把第一个线圈的电流啊 通上以后 它不就会产生这个Flex吗 对不对 就有磁力线出来 磁力线通过这个面积就会产生Flex Magnetic Flux 好 那么它说 这一圈所产生的磁力线 并没有全部都通过第二个线圈 没有全部都通过 就一部分通过这个线圈 好 那么我们就称为通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啊 Phi2 这个E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是由线圈1的电流产生的磁场 在第二个线圈产生的磁通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好 那么 我们看 因为第一个线圈的电流啊 并不能够全 所以它的磁场不能够全部通过第二个线圈 那也就是说 那Phi2 1 第二个线圈的这个磁通啊 第二个磁通 不但是不能够说 这个磁力线不能全部通过它 即使有的通过这个线圈的啊 如果这个线圈的这个厚度啊 很宽的话 也有的可以穿过它 有的呢 并没有穿过它 没有穿过它 好 那现在我们就 呃 得这么一个定义 就是说 第一个线圈的电流 它在 它产生的磁场 在第二个线圈 从第二个线圈通过的这个磁通啊 并没有全部的把这个N2扎全部的都练到 这好像一个一个链条一样 并没有全部练到 它只练到它的N2扎 这小N2扎 比如说这个好像的螺线管很长 它没有全部通过啊 它只通过里面的N2扎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N2 乘上521 这个叫做线圈2的磁链 也叫做磁通链 磁通的链条 也叫做磁链 叫做flux linkage 好 那么要记得哈 现在再注意 I1它会产生磁场 这个磁场 有部分通过第二个线圈 通过第二个线圈的这个磁通啊 通过第二个线圈的哈 是521 就是通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有第一个线圈 电流产生的 它并没有全部的 把这个N2扎全部都练住 只练住N2扎当中的小N2扎 比如说这100扎 它只练住里头的三扎 那么这就是三 对 好 那么这个叫做 第二个线圈的磁链 也叫做磁通链 磁通的链条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 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有第一个线圈产生的 把第二个线圈的N2扎里面 练住了小N2扎 这个跟什么有关呢 跟I1有关 哈 我们发现了 我们有实验发现了 这个数字 跟I1成正比 成正比 好 那么 如果你要把这个比例符号 写成等号的话呢 我们要加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我们就称它 叫做M2-1 就是跟这个一致了 就是M2-1 就是 这就表示说是 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有第一个 线圈的电流产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这个常数 叫M2-1 好 我们从这个数字 可以得到M2-1 就等M2-5-1 over I1 好 那么这个M2-1 称为什么东西呢 叫做互感系数 互感系数 Mutual inductance 就是Mutual inductance 它的单位是Henry 好 我们从这里头看 好像是啊 这个互感系数跟I1有关 跟电流有关 其实我们最后 算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发现了 最后它的值跟I没有关系 跟这个电流的大小没有关系 它指跟什么有关呢 是跟这个线圈 这两个线圈的形状 大小 有关 就跟这两个线圈的结构有关 N文章 N屠杂是多少 跟这个有关 OK 好 这一部分呢 你一定要花一些心思 花一些时间 去把这个定义了解了 那不了解以后呢 真是听不下去了 好 我们现在再看 这就是刚刚那两个线圈 我们不是写出来 N2 小N2 Y21等于M21I1吗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数字左边 左边呢就等于磁通 那是有N2渣 每一渣都有这么大的磁通 那么总共有N2X 就N2倍 小N2倍 等于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把感应电动式 有法拉第定律的感应电动式 来看 第二个线圈 因为它有磁通 这个磁通 现在我们要看它的磁通链 比如说它这个磁通 把这个磁束 它的线圈念了几磁 叫磁通链 磁通链 好 因为 这就跟以前我们讲那个大N差不多 不过这时候大N如果很长 很多的话呢 它只N就这么 只练出这么多磁 就是小N多磁 这就是以前我们讲的 感应电动式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线圈的感应电动式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于是就可以得到这个狮子 好 这个狮子的物理意义就是说 第一个线圈上的电邮 随着时间改变的话 会在第二个线圈 产生感应电动式 这感应电动式啊 还是由positive sense 和negative sense 来决定它的方向 对 那么同样的道理啊 第一个线圈的磁通链 产生变化的话呢 第二个线圈的电流 产生变化的话 那么会在指的第一个线圈的磁通链 也产生变化 于是会在第一个线圈呢 也产生电动式啊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倒过来 好 现在是由第二个线圈的电流 在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通 把第一个线圈炼住这么多磁 那么这个就等于第一个线圈 产生的感应电动式 那么这个也同样的道理啊 它的物理意义就是 如果开出随时间改变 第二个线圈的电流随时间改变 会在第一个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式 对吧 那么这两个是对称的 好 这个里头的N12啊 它是等于 等于N1 称算512 over I2 虽然 我们最后 比如说同样一组线圈 它的护感系数 不管你是算M12 还是算M21 结果都一样 都一样 但是啊 你要去算M12 或者是M21的时候啊 它的难易度不太一样 难易度不太一样 等于我们会有这个密集告诉各位 那么我们就说我们可以证明 M12 得M21 这个当然是Hanwheel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看一个例题 这里有两个螺线管 两个螺线管 这个长一点 这个当中这个呢 比较短一点 短一点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系统 这个系统 它有两个螺线管 那么它就会有这个 护感系数 它不管你的电流是什么 它就有 就有护感系数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两个线圈的护感系数是多少 长线圈的长度是L1 短线圈的长度是L2 长线圈有N1扎 短线圈的有N2扎 那它并没有 所以要有电流啊 你这个东西一出来 它就有护感系数 但是你要求M12 或者M21的时候啊 一定要用到电流 所以我们就假设 第一个线圈 第一个线圈 的电流是I1 第二个线圈的电流是I2 这个就好像我们 前面求电容器的电流一样 电容器的电流呢 跟电压 所带的电荷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求电容呢 一定要有电压跟电荷 所以我们就先假设电荷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 假设它的电流 好 那么我们两个都做一下 M21跟M12都做一下 我们发现它的 难易度不太一样 好 我们先计算M21 你把M21这个D写出来啊 你不要背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这我也不会背啊 我们都是说 第一个线圈的电流 在第二个线圈 产生的磁通 把第二个线圈 练出M22小N22 是跟电流I1成正比 这个是它的比例常数 你把这个记住啊 这个式子 就可以写得出来 你光记这个啊 又有凸又有弯啊 那记不出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用这个式子 对不对 用这个式子 我们就要求什么呢 要求这个 M2到底是什么东西 M2并不是全部的小 不一定是全部的大M2 不一定 它是说 第一个线圈的电流 在第二个线圈 产生的磁通 Fight to one 把第二个线圈 炼住挤扎 它是这个意思 好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第一个线圈是长螺线管啊 长螺线管的磁场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 啊 电流如果是这么流的话 从上面往下流的话 啊 我们可以比一比 那磁场它的磁钟是这样子过去 啊 或者这样子过来 嘿 这样子过去 两边会比较少 当中比较多 如果你N2扎 也跟N1扎一样长的话 那么它并没有把N2扎全部练住 没有啊 因为房间比较少 通过的磁通比较少 好 好 那么于是呢 我们说 现在在考虑 因为这个 第二个线圈 只有在它的当中一点点 它的杂数也比较少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时候啊 由第一个线圈 产生的磁通啊 几乎全部都把这个大N2扎 全部都练住 因此呢 这个时候的小N2啊 就可以等于大N2 小N2就可以等于大N2 对 你要写这个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个讲出来 就是我刚刚分析的啊 你们不能够看一个题目 只把G这个 然后G这个 G这个 为什么N2 小N2等于大N2 你又说不出来 你要完全了解 OK 好 现在 把小N2用大N2啊 N2用大N2带 所以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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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这个 大N2就是 521 overI1 好 那现在要问 521 是什么东西啊 你要求这个 现在这个已经知道了 这个也知道了 521 那521 那521是什么东西啊 你从他的定义说 就是说 通过第二个线圈的磁推 是由第一个线圈的电流所产生的 啊 那 第一个线圈的 产生的磁场 到的第二个线圈的 面积积数 然后积分 就是把这个 那 第二个线圈 全部都积住 就是这个面积都积 积起来 这个就是521 我看这个是 啊 我们键号 要写上去 啊 我看你们上一支 小考 啊 那个简直不能看啊 好像你没有上课 或者上课你根本就听不懂 我讲什么东西你都听不懂 啊 那个符号啊 全部都写错了 好 521等于这个 好 521 里头有个D1 对不对 P1就是 P1就是 有 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场 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场 521就是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场 通过第二个线圈 通过第二个线圈的磁场 通过第二个线圈的磁场 第一个你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场 就是B1这个 好 那么我们用B1带进去 我们现在用什么呢 因为它只是长螺线管当中一部分 所以我们用B1 所以我们可以用B1等于B0 以前这个叫做小N1 N1 要记得这个 要用这个全部的 N1 over L1 就是单位长度的磁数 这个要记住 要记住 这是长螺线管 当中的磁场 这个我们 由安培定律得到了 然后我们把下一个式子的D A2 就是这个地方 举的面积基数 跟这里的磁场 它的面积向量跟这个磁场平行 于是把这个 跟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带进来 因为 B2 跟B1 平行 所以我们就 直接就是等于B1 B1 乘上DA2 B1 这个呢 又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这常数提出来 就记DA2 就好了 DA2 记出来 就是这个阶面 这个阶面呢 因为这两个线圈都绕得很紧 如果第一个线圈是 接面积是A 第二个线圈的接面积也是A 好 Pi2有了 那N2也有了 对不对 N2就告诉我们记仓了 好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就得Pi2 N1 那等于N2 N2 N1等于N2 乘上Pi2 乘上这个 就是这个式子 乘一个N2 再对I1 这个I1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 那回去要把这个弄清楚 好 好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这个 Pi1 2 和M1 2 等于N1 Pi1 2 超过I2 对吧 这两个 跟它一样不一样 求出来 结果跟M1 一样不一样 好 这个没有问题 Pi2 就是 第二个线圈的变流 在第一个线圈里面 产生的磁通 问题是这个N1 就是 第二个线圈的变流 产生的磁通 你看它的磁场 就从这一点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并没有全部都通过N2 大N2没有通过 那通过其中的多少呢 那我们说 至少 就算是 十一线 从这边出来 来这边出去 就把N2加全部都 N2 就把L2这么长度的 每头的这个线圈 全部都 练住 练住 好 那么N1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N1就等于 大N1 被L1除 就是单位程度有几扎 每一工程有几扎 它现在指的练住了 因为拼长度的这个 只有这么长度 没有全部的N1 没有全部的N1 这个程度都练住 那么它的扎数 就应该是这个 好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狮子 带到这里来 就变成这样子的 好 好 好 那么 有安培定律 这个用 这用的第二个线圈 产生的磁场 就B2 那么 我们妈妈糊糊 就说 这里我要交代一下 那个磁学啊 跟地学不太一样 它就是有一部分啊 不准确 就是它的磁力线啊 这两端都比较少 当中比较大 好 天生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好 那么我们就 就把这个 磁场 磁场 就当作是 我们 当作是均匀的 就跟当中一样 所有的这个螺线管 我们都把它当作是这样的 就是 假设它的长度相当长 旁边一点的差异 磁场的差异 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它的磁场就是这么大 好 现在 就是慢慢忽略得到的 这个 这个不是很 很精确的值 好 那么我们就把B2呢 B2 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 我们现在 安安安图是这个东西了 带到这里头去 好 那 这个是在这里 那B2呢 B2呢 B2就是等于 刚刚讲的这个积分 积分 B2就是 这个磁场 B2 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 就是B2成像 这个面积 B2成面积 B2是这个 面积是这个 它本来是应该积分 B2 基数的方向 跟 是怎么一样 所以 就是这个字 被I2出 幻化 就是这个 这个跟 我们前面 得出来的 N21 是一样的 一样 但是这个比较难 就是说 这个小N2 小N 还有 这小N1 它是等于这个字 它并不是等于N1 OK 它难度难到这里 好 我们再看一个 问题 这里有两个线圈 一个线圈 大线圈 半端是R1 和N1 维扎 维扎 维扎的维扎 是I1 在它中间的这个地方 又有另外一个线圈 I2扎 半端是R2 维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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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记得护感系数的定义了 但是护感系数呢 它有M1 2 跟M2 1 这两个虽然值是一样 但是 我刚刚 我们三个例题已经告诉我们 你要计算它的值的时候啊 难易度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就先决定 现在我们是要求M1 2呢 还是求M2 M1 2 就是它的磁通 就是它的磁通 第一个线圈的磁通 是由第二个线圈 产生的磁场 通过第一个线圈的面积 而产生的磁通 由这个赤字导出来的 M2 1呢就是第二个线圈的磁场 的磁通 是由第一个线圈电流所产生的 那这样看起来啊 是M2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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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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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 从这里 闹出来经过他 可以 也有的呢 就说在这个线圈 通常是从这个地方 闹出来经过 这边是从这里 闹出来经过他的 那么我们说 安温在 这个线圈 在线圈二层中的慈通院 慈通院 这里的慈通 这里钻就从那边钻出来了 从这边钻就从那边钻出来 几乎都可以把这个 大恩诸扎 全部的练住 全部的练住 因为它比较小 它比较小 这里告诉我们 阿温远比阿温诸大 但是 阿温凸所产生的慈通 并没有全部都练住它 它一定要绕过这里 再回来才会练住它 但是它很多同学 一绕了就回来 你看 不是在 里头又出来 又从里头进去 就等于说 没有一个慈通的链条 把这个东西练住 因此我们说 第一个线圈产生了慈通链 会把第二个线圈 I 都全部都练住 所以我们就计算 M 图 万 这个时候小N 图呢 就等于大N 图 Fy 图 万还是这么做 第一个线圈 便有产生的慈场 在第二个线圈 通过第二个线圈的慈通 对 然后这个 E 弯呢 我们还是由BOK上网络 就是电流 一个圆形的线圈上的电流 在中心产生的慈场 是等于这么大 这个要记住 这个要记住 常常用 常常用 那么我们另取 DA 图跟D 弯同方向 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结果就可以 等于塞出 等于D 弯乘 DA 图 纯样 这是纯样 是成绩 那么 D 弯可以拿出来 因为它是个常数 那么 DA 图的积分呢 就是第二个线圈的面积 排 R 图平方 好 这个 画简一下 就得这个 这个值 OK Fy 图 弯有了 就把 Fy 图 弯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我就得 M 图 弯 就是这么大 M 图 弯 等于 M 图 其实就是等于 M 就是 M OK 如果这个线圈的 N 弯 等于 M 图 等于 1200 渣 R 弯是 1.1个 R 图 这个写错了 大概是 R 2 等于 R 1 是 15 个 cm 是 R 1 OK 好 把您带到这个里头来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好 我觉得 2 等于 3 的 这个 Mini Henry 用 10 的 副 神 字 方 Henry 好 现在我们介绍字感 刚刚是护感了 两个线圈 其中一个线圈电流的改变 会在另外一个线圈产生感应变动时 那么它们之间的感应系数叫做护感系数 叫做护感系数 现在是 我们只有一个线圈 一个线圈 这一个线圈 它的电流如果改变的话 电流会改变 随时间改变 就说它的 磁通会改变 磁通改变 线圈上面就会出现感应电动时 对不对 一个线圈 只要它的磁通改变 它一定会产生感应电动时 不管是别人产生的 它的磁场是别人产生的 还是它自己的电流产生的 都一样 都会产生 所以它是因为它自己的电流产生变化 而在自己的这个性群上面产生感应电动性 那我们就会发现这本来是大恩渣了 如果这个大恩很多的话就好像一个螺线管 那么它的磁通并没有全部把恩渣都练住啊 它只练住小恩渣 只练住恩渣里面的小恩渣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磁通链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磁通链 磁通链还是一样跟电流重重比 你写成本号的话 要将一个比例常数L 这个L我们就称为叫做自感习数 自感习数 L就等于N5 over I 单位也是Henry 自感习数 Sense in that place N就是磁通 将恩渣电线面部的部分杂数 并没有全部都念住 所以恩渣中是念住它的小恩渣 最后的结果 虽然有I 但是我们知道啊 最后它跟I也没关系 就跟我们的自感习数一样 学习外跟电流没关系 它只跟什么有关呢 是跟线圈的形状 第一个就是大小 但也就是多大 有多少渣 跟这个也无关 跟电流无关 好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就是通过这个线圈的磁通 我们现在只算它N5 就是它只念住小N章 这个磁通产生电话呢 就会在这个线圈上面 产生感应电动式 我们就带到 把大家可以定律里头去 线圈就等于这个 我们把N5 那就是L 那就等于 这个数字就等于这个几分 这个五一分 五一分 就等于BIL的底提 好 这个数字 我们现在要注意 我们现在用 EL 你负LDIU的底提 它的物理意义就是说 一个线圈上面 如果电流 随时间改变的话 会在这个线圈上面 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这个加个L 这本身是自感 而产生的电动式 这就算就是我刚刚讲的 好 那么 像这个线圈 它的名称叫做 Inductor 感应器 又叫做Coil Coil我们就可以翻成线圈 我们讲的准确一点 叫做电磁线圈 那么它在电路上面的符号 是什么 是这样的符号 像的符号 可以 像的符号 可以 当这个上面的电流 产生改变的话 会在这里产生 感应电动式 对不对 这个感应电动式的方向 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 对照这个来看 如果电流越来越大 电流越来越大 电流越来越大的话 那么磁通就越来越大 磁通越来越大 就是D5 over DT 现在我们要用N D5 over DT 大于零 那么EMF是等于负的 那么EMF是等于负的 和D5 over DT D5 over DT是正的 那么乘以负的就是负的 它是EMF是negative sense 磁场是这样子的话 Positive sense 是这样 negative sense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方向跟什么 跟电流的方向相传 就说 这个线路 Di over DT 如果大于零的话 感应电动式的方向 就跟电流的方向相传 电动式是由护到证的 方向 如果Di over DT 小于零 那这个flux呢 越来越少 那就是这个小于零 Defi over DT 小于零 那么 带上法拉的定义是负 Undo defi over DT 负负的正 把它变成positive sense positive sense 市场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么它跟电流 同方向 这一套你一定要记住 不记住你这个 CD没办法做 没办法做 好 好 你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跟电流 变化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这个大于零的话 这个小于零 所以是 negative sense 它跟电流相反 所以你现在就记得 它的negative sense 就是跟电流相反 positive sense 像这个 如果这个小于零的话 那 E L大于零 与电流的方向相途 好 刚刚那个 你看很简单 但是你要记住 要用得很 很自然 这个当中 要经过一段 努力 嗯 嗯